知名集团旗下的医疗体系即将要进驻屏东邻落运动公园 总投资金额高达80亿将会兴建区域级的教学医院 波警设有23个医疗专科 695个病床 会大幅提升当地的医疗品质 而这项医疗院区的开发案更是全国首创 以产业创新条例规定来做了开发 开发完毕之后将能够提供临近地区2400个就业机会 开发计划里头会有产业用地的分析 医学中心及教学医院即将现身屏东邻落运动公园 预计14日举行动土 屏东大部分属于区域医院没有医学中心及教学医院 加上跨区就诊相当不便 知名集团旗下医疗体系进驻屏东 不仅大幅提升当地医疗品质 这项医疗院区开发案更是全国首创以产业创新条例来做开发 不同于像新竹啊或是其他 他们其实是用都市计划的一个手段来处理 我们是用非都市土地开发许可的方式 这项开发案斥资80亿元将新建14楼高医疗大楼 设有23个医疗专科 急性一般病床495床 急重症特殊病床200床 住宿市长照机构264床 以及产后护理之家58床 等到院区部分新建差不多 其他医疗服务所需用地才会陆续建设 我们有一个产医用地一个产二用地 产二就是资源产医的这些医疗服务业 产医进行到一定的程度之后 产二它才可以开始规划 有了院区进驻 凌络运动公园转型健康产业园区 未来新建完毕资源投入 当地居民就不用再为了就医跨区奔波 记者苏世伟屏东采访报道 他们创说 专闪 自从 这种状疑 公园